不要再敲 這樣 怎麼說 老師簡單就是 待會兒的方式 冷冷的 冷的方式 就好了 這樣好不好 你們可以自己講話 譬如說你遇到 他有聖誕季末醜 有小 生就是小生 老生都有 男生的話走路 男生走路就是比較粗魯 對不對 可是你遇到有小女生 你看喔 後來這個是小姐對不對 小姐的話整個就被 小姐抱歉 真的抱歉 放這些小 放這些小一點 對 嘴巴就很慢很慢 你快 小姐就這樣 這樣學到聽好了 以前的小姐 那就是這個 不好意思 然後嘴巴就會很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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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個 男生的話就這樣 不一樣 所以等一下 你們自己看看你們來到什麼 你們來看什麼人嗎 你們來看什麼人嗎 你們叫 怎麼玩 那以前你看 這裡有一個箱子 副箱子是以前 以前 以前比較簡陋的就是 放在裡面 三十個布 我帶六十個布 就放在裡面 就是這樣子 像剛剛有個寒息 那邊 那邊 就四處 去演布袋戲 那等於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 聽聽啊 你 拿到 布袋戲 你就是 你找到一個人物 連著這個盤子 這樣子拿 拿著 放旁邊 有人知道 你要換回來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子放 不要很多 布袋戲 這樣子疊在一起 到最後 一定會壞掉 這樣了解嗎 那如果 你不要玩 玩這個 布袋戲的 你還可以 玩這個 你看 有些人物的話 有些人物的話 還是有 真的有五龍五絲 耶 嘩 這個隨便 你要選哪一個人物 等一下每個人都上去 先 先不要落臉 先這樣子 玩一玩之後上來 再給老師家長拍照 OK嗎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來 講一次 左手 左手 右手 拍拍手 拍拍手 大腹向前走 大腹向前走 左轉 右轉 右轉 推旋地轉 你們講到 左手 右手 拍拍手 大腹向前走就好了 你們就自己去演一下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好 那等一下一次 就三個人就好了 三個人 三個人 老師你們要這樣號碼 還是這樣子散了 都可以 然後就讓他們每個人 學一個 全一個人物 然後下去 他們這邊演一下 這樣號碼 比較不會換 你們當我們叫號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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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當我們叫號碼